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讲讲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消息 习包子今年上半年 今年第一季都发了15万亿的钞票 去年20大之后了大概发了30万亿 那么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 土包子发了45万亿的钞票 塞到中国的银行系统里面 结果市场上炮都没起一个 钱去哪儿的呢 觉得莫名其妙 今天就讲这个观点吧 讲这个答案吧 钱去哪儿 全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给密了个吞了 他怎么吞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这个债务多的已经是没法弄 按照正常的情况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早就应该破产了 所以呢 习包子发了45万亿的钱 全部拿来去填窟窿去了 就根本也没有到市场里面 而且这远远不够 这么点钱根本不行 这个东西呢 要 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国内的老百姓 以及关注中国做生意的老百姓 各路商家写生业要关注这个新闻 这个事情呢以前出过一次的 就是在20 我想想啊 是在2001年 2001年 对那个时候还是 还是那个谁啊 还是这个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 准确的说是2000年到2001年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之内 对那个时候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是还不下去了 太多的不良贷款 太多的这个不良资产 巨大的泡沫 所以那个时候我呢刚刚开始 介入这个所谓的财经领域啊 学了一点经济学开始混饭吃了 那个时候我就听他们说我就听懂了一件事情 就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就应该破产 所以大家记得那个时候 朱镕基还干了一件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当时的人民银行的行长给开掉 叫李贵贤 我记得特别清楚 让他回去养老去 不让他干了 所以是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那个时候朱镕基还没做总理呢 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干嘛发钞票啊 干嘛你说能干嘛 所以发钞当时 人民银行的行长是朱镕基 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是朱镕基 所以就猛发钞票 发钞票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填窟窿 把四大国有银行的 这个 这个 所有的不良贷款 所有的不良资产把它填平 然后重新清零 然后再把账作平 然后再重新出发 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两件事情嘛 你看到的只是 共产党 成立了一新的机构 叫做这个 不良资产管理委员会 然后打个包 哎呀我那时候记得特别清楚 就不良资产打包卖 是吧 然后放到那里 有这么一个事情 影响特别深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 就是朱镕基发钞票 把银行的账作平 前面的债务把它剥离出去 然后一切的一切都清零 他们叫资产重组 叫做债务重组 叫做资产打包 其实是忽悠老百姓的 所以这么多年以后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四大贵有商业银行 是从零开始的 从资产的平衡表 平衡的这么一个 一个财务局面开始的 就是这么多年以后呢 整个四大贵有商业银行 又鼓起一个巨大的笼包 又已经没法经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席包子上了二十大 开始就要开始发钞票 四十五万亿 全部塞到银行里面 全部填窟窿 全部又搞不良资产打包 又开始搞这个事情 怎么打包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内容 说这个中国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 已经撑不住了 整个系统都绷不住了 完了以后发下去的钱 泡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弄了一个办法 用汇金公司 增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稳定金融局面 所以这个叫汇金公司 说这个中国已经形成的人 内历史上 最大的银行资产的泡沫 注意 是银行资产的泡沫 而银行资产的泡沫的主要是表现为房地产 这个资产的泡沫 有多少钱呢 65万亿 你现在发了多少钱 发了45万亿人民币 你想想吧 这么点钱 是杯水车薪 是杯水车薪 现在整个房地产泡沫多少钱呢 65万亿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数据 好吧 是吧 所以之前说什么 日本的这个房地产泡沫 韩国的房地产泡沫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那是小意思了 是不是 但是呢 说中国跟日本当年有点像啊 就是都是以银行贷款的形式 间接融资 形成的一个 房地产泡沫和银行泡沫 混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构成一个巨大压力的 并不是房地产的泡沫 而是 银行的不良资产 所以会导致整个中国的经济就断压式的下跌 然后就所谓的硬着漏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现在呢 政府呢就想办法把这个窗口 把这个窟弄 把它给堵上啊 有一个词 叫窗口指导 其实窗口指导是日本人当年发明的 其实就是发钞票 你算一算嘛 是不是你现在发了45万亿 目前有65万亿的银行的不良资产 65万亿美元 是吧你算 按照七算是吧 六七去420万亿人民币啊 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钱 没有这么大的窟弄 吓死个人了都 说当年日本小多了 当年日本的这个 不到10万亿美元 现在中国的这个 房地产的泡沫加上银行的这个不良资产的贷款的泡沫 是当年日本的这个泡沫的六倍 所以呢 这个 如果这个泡沫如果无法剥离的话 就形成大量的坏账 完了以后银行就会破产 就会垮台 但是我们又知道啊 这个 银行呢 它有两个特点吧 中国银行两个特点 一个是政府控制的银行 国有银行 第二个是什么的 任何银行都是高杠杆嘛 是吧银行商业模式就是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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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到最后 政府来来买单嘛 它就这么一个情况 一般的 内在的杠杆 一般都是20倍30倍 是吧 所以你说 像日本当年的那个泡沫 事实上有一点的影响 对市场的影响很大 所以所谓的日本的失去的10年吧 但是共产党这么大的泡沫还真没见过 到底怎么办 共产党目前出台的一个措施啊 就是汇金公司 增持四大行 我先把人心稳定 把这个局面稳定 对于接下来怎么解决再说 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 我们也分享一下 说这个 说这个汇金增持四大贵右商银行 是从市场上其他的股东那里购买四大行的股票 股票换手而已啊 银行的资本金并没有增加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稳定一下人心啊 但是 短期来看有一点点 稳定局面的作用啊 但是长期来看 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效果 哎呦我的鼻涕又留下来了 真不好意思啊 其次呢这个银行所需要的这个 注入的资金是天量资金 我们刚才出出 就是 简单的算了一下啊 大概是 这个 目前发了45万亿嘛 六七420万 大概是500万亿左右吧 500万亿人民币啊 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到底怎么办呢 现在 共产党没有拿出方案是先让汇金公司 把他搞了这么一个思路 但按照这个 其他国家的一些一个处理这个资产泡沫的经验的话 俄罗斯也曾经出现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印度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最后他们都是 采取了一个办法 就是废除当前的货币 废除当前的货币 现在不是人民币吗 市面上有一种货币叫做人民币 人民币上面躺着个毛猪头毛拉肉的照片吗 把这个货币全废掉 再发一种新人民币 或者新货币 也许叫包子币 也许叫狗狗里包子币 也许叫撸袖子币 你不知道 所以呢 据说啊 土工中国目前的已经在琢磨这个 玩法 就是把目前的货币啊 把它废掉 然后呢 超发一个 再发一个新货币 按照一定的比率 把现在的旧货币 换成以后的新货币 这样国家又重新又开始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被共产党的 所谓的 汇金公司持股啊 银行开始怎么搞 把它蒙住了 最终的招数可能是 用新货币代替旧货币 用这个包子币代替纳肉币 这是有可能的啊 我听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极有可能 因为你500多万亿人民币这个东西 你不 你不换货币没有办法 所以我为什么商量 我要告诉大家 当年朱镕基怎么玩的呢 因为当年朱镕基没多少钱 当年朱镕基 我们那时候听到的数据也就是 10万亿左右 10万亿人民币 小屋见大屋 小菜一桩 所以当时 当时朱镕基就一句话嘛 就把所有的不良资产就划走 然后让银行的 这个财务报表的持平 然后重新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公司嘛 叫中金公司嘛 是吧 有一公司叫做汇 汇金公司嘛 是吧 都是这么来的 都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局嘛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局的这个局长 叫奈小明嘛 后来他不是讨了100多个老婆吗 被西包子给枪毙了是不是 他都这么来的 那个时候之所以朱镕基敢 通过所谓玻璃不良资产这么搞 那是因为体量小 2000年的事情啊 公元2000年的时间 现在体量太大了搞不定 搞不定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现在人民币把它废掉 然后重新发一套包子币 而包子日本人呢正想让自己的照片呢 登上这个人民币的这个 这个 印上去把他的包子里那个狗头 那个猪头给他印上去 他自己也爽 所以呢 中国的老百姓啊 你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办呢 你我看那个微信公号里面很多人说啊 你如果在银行里存了 1000万块钱 存了200万块钱 存了300块钱 存了500万块钱 你能过个什么日子 我看到我也想笑啊 因为这些个话 它绝对 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的银行非常稳定 你中国老百姓你在中国存钱 你极度相信银行 共产党的银行 它的确是不会垮的 因为共产党它兜底嘛 它是国有银行嘛 它垮是不会垮的啊 你千万不要担心 司法国有商业 会垮 但是它会用一套新货币代替旧货币啊 是吧 把你的钱给你洗掉啊 你存在银行里面有个暖用啊 所以你一个有钱人啊 你在中国 你唯一的想法就是把钱要从中国把它弄出来 把它转出来 这才是王道 好不好啊 谢谢 谢谢